报表的分析统计 我把这个报表可以按右键 可以做什么复制哦 复制视觉效果 这叫做视觉效果 那到新的一页来 按右键 不能贴吗 不能贴上吗 贴上 有啦 这里可以贴啦 不过按右键那不理我就是了 好来看一下这全部都出来 来我们想看一下 这个2014年到2015年 这两个之间 我现在点在这里 点在这里哦 按右键可以做什么 分析 业绩增加 从20百万变成22.800万 到底是什么业绩增加 你看这里 这里 他帮我做分析 这个数字由这个数字变成这个 来他告诉你 来各位瞄一下吧 超夸张的 绿色叫做增加的 中国的业绩增加 菲律宾业绩增加这个 那这个红色减少 日本业绩降低了 我现在刚做什么事情 从头到底不就按个右键而已吗 对啊 再往下走再往下走 这是一增加这个 这每个 就就你想 我们想知道是什么 哪个里别增加多少人 如果我们消息的资料是正确的话 拉下来按右键 人数从230变成430 哪个里增加几个 全部跑出来 来往下 还没完还没完 往下 这是根据什么 告诉你总表 接下来 这个 持销商 通路商的这个区别 持销商增加多少 批发商增加多少 零售商降低了 再往下 这次针对什么 类别 模型玩具增加 遥控玩具增加 这减少 这事情超夸张的 它可以 只要你这边所有的栏位 它会自动帮你做整理 做分析 做统计 这一般我们想都不敢想 它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跟你讲说 炮物比较非常非常夸张 所以政党倾向 你年纪几岁到几岁 你只要吃料给我 我都不用花很大力气 炮物比较丢进去 按右键咚咚咚咚咚 全部都出来 来我们就把它关闭吧 那这个一样 205到2010发生了什么状况 为什么业绩掉这么多 你就点了它 刚做什么事情 就是按右键叫什么 请你帮我分析吧 先看一下减少的情形 它就很忙的帮你做 很忙但是很快 这些都降低 中国日本业绩都降低 对啊再往下走一点点 那以通路商来讲 这降最多 直销商 那这个零售商有进步 再往下 以各个类型玩具来说 就变这样 来你懂了吗 点到第一格 第二格 这个跟它比较增加 所以按右键它叫做增加了 OK吗 点这里来讲 跟它比就是什么 就叫做减少 来